大家好,今天的内容是派币注册流程的教程 首先,我们要下载派,打开派的官方网站派.app 在官方网站下载派,打开官网时可能有时候网速有点慢,要多等一等 在打开官网后,我们滑到最下面有一个Download Direct to APK的按钮 点击它就可以直接下载派了,下载完安装之后,打开派 第一步我们要选择这个按钮,意思是账号用手机号注册 第二步要选择自己的地区和输入手机号码 例如中国地区就要选择China加86 然后,填写自己的手机号码,填完以后,点击Go 当出现这个界面的时候,可能是当前的网速卖,要多等一会儿 第三步,设置密码 密码格式要求,长度必须是8位或8位以上 密码要由大写字母加小写字母加数字组成 设置完成后,点击Submit确定 第四步,设置姓名 第一行First name填写名字 第二行Last name填写姓氏 例如,名字叫姬梦瑶就填写成梦瑶姬 第三个空,是设置你的用户名,4位以上由字母加数字组成 全部设置完成之后,点击Submit确定 第五步,填写邀请人的邀请码 如果你没有邀请码,可以填写视频下方的邀请码 填写完邀请码后,点击Submit确定 第六步,根据提示,点击把白色闪电剪成绿色后,就算正式开始刮矿了 第七步,我们点右上角地球图标,选择自己能看懂的语言,如,简体中文 再点击右下角审核名字 散出的界面中点击更正 这时会看到让填写English的名字 还是名在前 姓氏在后,如名字叫姬梦瑶就在第二栏输入机的大写拼音机 第一栏输入梦瑶的大写拼音梦瑶 输完后,我们会看到最下面有一个显像 请输入您的中文名字 然后点击那里,开始设置 跟前面设置方法一样,输入自己的名字和姓氏就行了 最后,在母语那一项,选择自己的母语 接着点击保存 这时会弹出设置常用名的界面 这里随便填写网名或者真名都行 设置好后,点击保存 这时还会弹出检查界面 检查一下自己设置的性命有没有错误 如果没有错误,就点击提交 点击提交后,会让你设置一个安全邮箱 用于找回密码和账户使用 设置完成后,继续点击提交 第八步,验证手机号 点击左上角三横 再点击Profile 会进入到个人简介界面 拉到最下方,点击电话号码后面的验证 在弹出的界面中,点击Manual Instructions 大家就会看到又弹出一个验证信息界面 按照上面的提示,你需要打开手机短信 把这个四位数字发送到加165的这个号码中 进行验证 当发送完成之后,你切换回这个界面 点击I have sent the text 之后就会显示验证成功了 到此,派注册的所有流程就都做完了 你只需每天花费5秒钟时间点亮闪电 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派币了 好了,派的注册教程就到这里 有派有期待,加油 这就是零成本的五本生意 但这个五本生意,潜力却是无限的大 2021年,派币的主网上线开始倒数即时啦 恐怕这免费的午餐也只会越来越稀少 相信很多人以前都没有跟上比特币 以太币 现在派币就是给你我的机会啦 希望大家不要再错过这次机会啰 我将会把我的邀请代码以及派币APP的程式如何安装 放在下方的说明栏 赶快跟我一起来当矿工吧 另外网路上有人说派是一场骗局 在这边我想要利用我的观点跟大家做分享 因为派币目前还没有上交易所做交易 所以说现在来说价值本身就是零 跟2008年2009年的比特币当时的情况一样 它现在都是免费送你 免费让你挖 一份一毛都没有跟你收取任何的费用 何谈是诈骗呢 另外有一方的说法是 派币是要骗取你的个人资讯 在美国你的姓名地址及家庭电话 在每个州的电话簿上都可以清楚的查到 那何必又要这样绕一大圈来骗你的个子呢 所以我认为网路上说派是一场骗局呢 根本就是无极之谈 OK那我们这边重新再跑回到开始的画面 好就是下载这个APP 然后你要开启 然后开启的时候它会要你来做注册 那注册呢 又必须要有个邀请码 所以我刚刚有特别提到的 我因为已经注册完毕了 所以呢 我可以看到我的邀请码是在哪里 就等于你跟你的朋友也要跟他特别提醒的 进入到这画面一定要找这个左上角这三条杠 然后去看这个人资料里面 才有这个邀请码 像我的邀请码是F5V43 所以呢 你看了我这个视频呢 你要去注册这一个 PiNetwork 这个名字 要把它念熟 PiNetwork的话 你必须就是要能够把你的邀请码告诉你的朋友 然后让他再去下载 然后再去注册 然后再点这个闪电 他每天只要点闪电 就让他去跑了 不管他了 那你看看你的拍币有没有增加 那就是你的朋友 又邀请朋友的话 他也一样 他跟他朋友 个人 又会再各多一个拍币 所以呢 每天就做一次就好了 试试看 到底这种不花钱的碗赚 又没办法 将来让你赚到钱 祝福大家 平安喜乐 阿祖 投降吧 我觉得 也不觉 habit 1 003 005 005 005яни术 《北人之辈》 是 我 的 感谢观看